我们上一堂课讲了这个轨道这个概念 讲了轨道的性质 那么过X的轨道 那么这个轨道呢 上面就有一个关系 我们定义了一个关系 也就是 那也就是说 Y在X的轨道上 就说他们适合这个关系 在轨道上 那么这个关系的话呢 它有这个反升性对称性 传递性 所以它是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的话 我们在高等代数里面学过好几个例子 当然各与各不同的关系 有等价关系是用初等变换可以互相变换 一种关系 或者用合同变换 或者用相似变换 都可以定义等价关系 那么轨道这个群作用下 一个元素在另一个元素的轨道上 这也是一个等价关系 后来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重要的性质 这个轨道呢 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就是M这个集合 是一些轨道的这个划分 就把M可以划分成一条条轨道 这些轨道呢 是互不相交 是互不相交的并级 并级 这是我们的轨道里面是 后来呢 我们说这种轨道这个等价关系 还有一定的普遍性 所以顺便呢 就讲了一般的 一般的等价关系 一般的关系 一般的关系 它是有个集合 这个集合上面呢 有个法则 任何一对A和B 它总是 这个是集合上的关系 这个A 所有的A B 属于M 它都可以 用这个法则来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适合这个关系 适合这个关系就写成这个 这是一个法则 那么等价关系呢 就是把这个再三条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等价关系 那就是R呢 有反身 对称 传递 这样的关系 那么其实呢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等价关系 最重要的结论 就是跟这个结论一样 它没有轨道了 它没有存作用 就没有轨道了 但是能不能定义 这个也有这样的 这个等价 我们过去就有个叫等价类 那么等价类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这是用 G和 它去作用 把一个固定的X 用所有的G去作用 得到所有的元素 那么其实呢 这个可以写成这个 就是 用G作用它 所有得到的元素 也就是得到 所有的那些元素 在轨道上所有的元素 所有轨道上的元素呢 也就是 所有适合这个关系的元素 就是和X 有这个关系的元素的全体 就是它的 轨道上的全体元素 用这个关系 就可以推广到这个关系 用这个轨道 是推广不过来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 是可以推广过来的 我们定义 随便给一个A 属于M 属于M 我们定义这个等价类 等价类是一个集合 A属于等价类 我们用一个杠打的 这个记号 就是所有的B 所有的B B和A有这个关系的 就是在这个类里面 这样一写的话 就一样了 我们上面实际上 对于这个的话 也可以写成这样 所有的Y X RY 由于这个 一下 这个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就可以推广出去了 它没有群作用 也没有轨道 但是它可以定义等价类 等价类就是 和A有关系的 所有的元素的全体 那就是类 那么对于这个等价类呢 有同样的这个性质 同样的性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我们就不正了 实际上等价关系的 第一个最基本的性质 就是这个性质 就是这个性质 那就是什么性质呢 就是下面写的 这个 R是集合M上的等价关系 这个M呢 它这个档号可以写很多 第一 任何一个B 属于这个等价类 则 B所在的等价类 和A所在的等价类 是一样的 二 任何两个等价类 或重合 或不相交 第三 在M的每个等价类 中取一个元 组成 M的一个子类 I 称为 M的等价类 代表元类 M 等于A属于I A杠 各个A杠互不相交 这个性质的话 就完全是从这个类比过来了 那么 这个证明呢 我们就略去了 其实大家 只要仿证 这个仿造轨道的时候的证明 只是把这个轨道换成关系 就全可以推过来 全可以推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证明就不证了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代数里面 这个等价关系不全是轨道 有的不是轨道的 没有全作用的 我们上次 举了一些关系 不是这个 全作用的 还有一些等价关系 也不一定能够写成 取的 不一定能够写成 所以我们 就写成这个东西 好 这是关于 轨道 我们中心还是讲的轨道 这附带也说了一下 今天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个 举顿变换的 那些情形 把那个里面的一些 素材 能够用群作用的 这个语言 给它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所以回到 还是回到举顿变换 我们举顿变换里面啊 我们就例取它的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 我们都要用群作用的 一个概念 给它表达出来 那么我们第四节里面 第六个例子 第六个例子的话 是写的这个 即是 复数以上的 全体可逆N阶 可逆矩针的群 N乘N的可逆矩针群 M呢 还有一个 这个这样写 G2 这个 G1呢 是S阶的可逆矩针群 M呢 是等于 C上 乘N 的集合 我们曾经定过 定义过 用初等变换 定义这个群作用 初等变换 既然是初等变换呢 它就是这个样色 这个群是它们的直击 到M 那么直击里面的元素都是一对 然后还有M里面的元素 是一个矩针A 我们就把它做这个长处的变换和列处的变换 这个 这个我们用规范的记号 就一般的记号 然后再说它的具体的形式 具体的形式是左层P1 那么这样一个变换 这个乘完了的确是在里头 因为S乘N S乘N乘完了 还是S乘N 然后这个呢 是N乘N N乘N乘到后面的话 还是N乘N 所以这个是S乘N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M的 好 这是一个初等变换 那么我们当时说过了 在一个轨道上就是 这个 这个互相等 这个用初等变换 AB 用初等 当然用系列 不止一个了 初等变换 后面 就是AB 在一个轨道上 那也就是说 比如这是个B B可以用这个去乘它 得到B的话 用A乘A得到B 也就是这边做了很多 行处的变换 这边做了很多列处的变换 就是这个A居正 通过行处的或者列处的变换 可以把它变成B 所以这个是在一个轨道上 这是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的 好 我们过去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 他们还有一件事情 他们在一个轨道上 用初能这个互变的话 就是说 AB的 字是相等的 字A等于字B的 这个字A等于字B 这个写法 我们还可以把它写得更全作用 更有特色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么写 就是字A 就是字A B是什么东西呢 都是用一个东西去和它去作用得到的 所以它应该写成 作用以后的矩阵的字和原来的字是相等 这话是一样的 这个是对所有的 所有的P1P2 属于G1乘G2 就是用这个群作用里面 这个群的元素 所有的元素去作用它 它得到的这个元素的字和原来的字是相等的 这是我们这个第六个例子 还有第五个例子 例如是这样的 G是 还写付书于简单一点 负书于M呢 等于负书于上的N乘N的对称证 对称证 同样也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A B合同 它是A B在一个轨道上 合同就是同一个轨道 那么这个合同呢 也有个充分比较条件 这个充分比较条件 也是自A等于自B 这个也可以把它写成 用任何一个C去它 这个C呢 是所有的C属于G 用所有的元素去作用这个A 得到的字和原来一样 好 这是这个 我们再写一个 就是 这是力几啊 刚才写力五 对 这是力四 力五是相似变换 相似变换是第二个了 G呢 还是M呢 等于C以上N乘N 全体振的集合 那么 这个下面我们是写这个 就是说A B A B在一个轨道上 不是一轨道 A B A B相似 说错了 相似就是在一个轨道上 同轨道 那么同轨道的话呢 它也有数量条件 我们学过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上课的时候学了没有 Lamna矩阵那段学了没有 就是学了的话 就是讲过 相似的充分比较条件 对吧 相似的充分比较条件 是这么写的 我写一组就行了 D1A等于D1B 后在Di 这个后在这个写的就是说 DiA等于Di是一圈A 这个I等于1 2到N 这个Di是什么东西呢 Di一个矩阵的Di 是一个行列式的供应值 是这个矩阵 Lamna1-A是A的特征矩阵的 Ia阶指示 我写的就写的 的最大功因子 当然这个是行列式等一的 这个首一 因为我们谈的最大功因子的时候 往往是取得首相系数十一 不十一的话 这个就不完全决定了 首相为一 它就完全决定了 好 实际上这个里面 有一个最简单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DnJ的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是等于Lamna1-A 对吧 这是特征多项式 特征多项式 好 我写这几个例子下来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什么特性呢 就是我们先不看这个充分不要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 它在一个轨道上 这个事情一定成立 对不对 下面呢 在一个轨道上 也得到这个事情成立 再成立 这个在一个轨道上 就这个事情成立 对不对 这个事情成立 当然 每一个都成立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这些量都是什么量呢 这个量 这是A 是M中的元素 质呢 是一个值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是M上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把A取变所有的M的时候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函数 不会是写的一个字在前面 这个是函数 这是在A这一点的函数值 这是在同一个轨道上的 那个别的元素的函数值 在同一个轨道上 这个函数值要一样 这个就说的 这个函数在同一个轨道上的元素上 他们的函数值是一样 下面也如此 说这个在同一个轨道上 那么这个函数值 和这个的函数值是一样 是不是啊 在同一个轨道上的函数值是一样的 同样在这个上面 A和B在同一个轨道上 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 随便取一个函数 叫DI 这个函数 在A点的值和在 它的同一个轨道上的元素的值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函数不止一个 一共有N个 这个上面函数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从这个来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 有M上 如果是求全作用的话 有些全作用下面 在M上可以有一些函数 这些函数呢 在一个轨道上面 取值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个概念呢 叫做新作用的 不变量 为什么叫不变量呢 它在同一个轨道上 就是用G的元素去变它 元素变了 函数值不变 元素变了 函数值不变 这个叫做不变量 就是这样 好 这是一个 就这样的概念 这个函数值在同一轨道上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群众用下的一个不变量 为什么叫不变量呢 就是这个群的元素去作用它的时候 这个函数值是不会变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个函数比较特殊 我们一般的函数啊 都是在数月上去值 一个集合 它取值都在数月上取值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 这个取得更特殊了 这个字都是整数 而且是正整数 对不对 除非是没有矩阵 有矩阵都至少是一阶 都是正整数 那么当然你可以去说 在日译上取值 也可以 这个也不同了 这个量是A上的 这个M上的一个函数 它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行列式 是谁的行列式啊 是λE-A的行列式的指示 它里面是带有λ的 带有λ算出来的结果是λ的一个多项式 所以这个函数值啊 它根本就不是数字 而是一个多项式 比如说最后一个 它就是个特殊多项式 特殊多项式是一个不变量 特殊多项式作为一个函数值来讲的话 它不是数值 是一个多项式取值 所以我们这地方概念上 又多了一点东西 比以前不同的 讲不变量是一个函数值 这个值取值不一定是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东西呢 在上面的话 一个不变量 就是一个函数 就决定了它是否在同一个轨道上 只要这个函数值相同 它就一定在轨道上 对不对 第二个这个例子里面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值 是吧 一个值 一个函数 只要它函数值相同 就在一个轨道上 这是充分比较条件 下面就不行了 这一组权要相同 它才能够决定它是在轨道上 所以一个函数啊 就是一个不变量 它不足以决定它 是否在一个轨道上 要N个都相同 在N个值都相同的时候 才在一个轨道上 所以它要一组不变量 才能决定这个 这一组不变量 能够决定它是否在轨道上的 这一组完全的不变量 所以我们叫 不变量的完全组 这个一组不变量 完全相同的话 两个就一定在轨道上 所以这个完全组的意思呢 就是它决定这个 它是否在一个轨道上的 这组不变量 条件是不是完备了 所以至少从这个里面呢 可以得到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写成了三个定义 写了两个定义 这个两个定义里面呢 都有一些东西需要注意 这个注意的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点东西 好 这个书上啊 这个定义啊 这个定义 好像写的定义二吧 定义二就错了 是定义五 书上啊 原来好像是二 还不是三 它是定义五 我们这么写的一个东西 记忆成M到M 是一个群作用 是一个群作用 若M取值于 另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可以是 玉 复苏域 或者某个域上的多项式 或者是F上 多项式 的集合 其实呢 比这个还多 比这个还多 那么这个还多的话呢 我底下可以举个例子 说一说 在一个约F上 在一个函数 到另一个集合上 的函数 F 它满足 F X 等于F GX 这个函数 如果满足 这个性质的话 当然还有 所有的X 则 这称F 为 群作用的 一个不变量 不变量 那么这个概念 刚才我们说到那两点 给它弄进去了 第一件事情 不变量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函数值 对 这个元素 经过群作用以后 变过了以后的 那个元素的函数值 是相等的 或者就是不变的 就在群作用下 这个函数值 是不变的 所以叫做不变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说 取之于另一个集合呢 这就有了 像这个就是 取之于多相式里面 不是取的 数据上的值 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变量 多相式是一个不变量 它真多相式 是一个不变量 当然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 所以这个里面 刚才说的两点 就可以从这个例子里看到 这个刚才说的第三点呢 我们就可以 用定义六 书上还是定义三吧 这个是草稿的 有问题 好 G在M上 有群作用 然后 这个M上的 一组不变量 不止一个了 F1 F2 Fs 称为 不变量的 完全组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就这个性质 A B 属于 不写AB 如果 XY 属于M 它在同一个轨道上 当且仅当 F I X 等于 F I Y I 等于 1 到S 就是它那个充分必要 保证它在一个轨道上 它就是了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举的两个例子 前面只要一个量就够了 后面这个情况下 一般的一个量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大与二阶的矩阵 相似 它当然特征多项是相等 但是特征多项是相等 不一定相似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个例子大家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大家应该知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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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摩的一个例子是这个 这个例子啊 一个呢 是 这是A 这个B呢 是 1 1 错了 这个 它们两个这个矩阵的特征多项是相等的 都是λ-1的平方 这两个矩阵是绝对不能相似 为什么不能相似啊 因为它是单位矩阵 和任何矩阵相似以后 还是单位矩阵 不可能倒塌 所以它们是不相似 但特征多项是相等 所以我们说这个呢 第二 2A等于第二B 但是 这个 AB 不相似 不相似就不在一个轨道上 所以 这一个量 不足以 决定 它是否在一个轨道上 所以 这个量 就不是一个完全组 非得有了一个两个量 再加上一个第一A 才行 所以 为什么有完全组呢 它就说 它能够保证 能够返回去 在一个轨道上 好 这是 这讲这些概念干嘛呢 这是 这是告诉你一个 一个研究方法 在群作用里面 群作用里面啊 一个轨道上的元素 很多很多 如果是只是有限个元素 就比较简单 你把它列出来就完了 无限个元素的时候 列不出来 你比如说 和A相似的矩阵 你可以全找出来 那简直没法说了 对不对 这个A相似的矩阵 那太多了 多了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如果比较好一点 可以求这 若当标准型出来 你把若当标准型 去用所有的矩阵 去和它相似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了 这是一个 如果 你要想办法 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 在同一个轨道上的元素 都列出来的话 列不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一个判断 能够说它在一个轨道上呢 这就是不变量的好处 这个不变量是人 经过发现以后说的 虽然轨道上有无数个元素 但是刻画它在这个轨道上 或者不在这个轨道上 只要用有限个量就行了 比如说 这个情况下最多也就N个量 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量 一个量就能判断它 是否在轨道上 这个量 要N个量才能判断它 是否在轨道上 虽然复杂一点 它也还是有限个啊 所以你们就看到 数学里面它很辨认的 无限的东西 用有限的东西去掌握它 或者去刻画它 这是当然我们平时 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思想 在数学上 它在一个阶段里面 也发展到这种思想 通过有限去掌握无限 对不对 如果这个轨道上 只有有限个元素 你用不知道 你列出来就完了 这个呢 它能够通过有限个东西 来去掌握无限个东西 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促使了 经常在一些数学上 它去搞这个群作用的时候 就希望看看 有没有不变量 有没有不变量的完全主 它就是变成一种研究方法 所以你们看高等代数里面 那些的矩阵变换 都是这个模式呢 先求 这是相似 是个等价关系 等价关系有了以后就问 什么情况下 充满必要条件 实际上就是不变量 充满必要条件 求出来就不变量 完全主就有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的话 在数学里面也是常有的 这个 我刚才讲了 这个地方我打了点点点 是不是不变量 一定是这些东西呢 是多项式的曲直 后来是遇上曲直呢 还不一定了 你们要学托谱的时候 托谱啊 两个图形 能够用连续可逆变换 可能互变的话 它的充满必要条件 是同调群 是若干个同调群一样 结果这个群是它的一个不变量 不变量的完全主是若干个同调群 所以你看这个思想呢 它可以演变的 虽然通过有限个东西掌握 这个掌握它的东西也得变 不一定是数字 可以到多项式 甚至后要举正 最后到了同调群 用群来掌握 用群来掌握这个东西的方法 这个思想就又进步了很多了 所以托谱的话 代数托谱 就是用讲这些东西的 就是群跟托谱的变换联系的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了 我们讲这个代数里面 一个经典的问题 就是多项式求根 多项式求根 那这个问题 复系数上的多项式一定有个根 或者一定有N个根 这都已经解决了代数基本定理 那么当然一个古老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了 就代数上问 是不是每一个多项式的根 都可以用系数加减乘除 再带上一些根号 把它算出来 这个叫做用根式解方程 我们知道二次方程是可以的 二次方程有一个伟大定理 就是负b加减根号 b平方减4ac除以2a 这个公式就是用根号表示出来了 三次方程也能够用系数 以及它们的根号表示出来 四次方程也能够用它们系数 跟这个根号表示出来 也就是说二次三次四次方程 都可以有根式解 根式解是一个专门名词 就是用刚才这个话来说的 五次以上方程就很难了 五次方程一做就做了这个事情做了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最后做出来了 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说每一个方程都有一个群 这个群叫嘎罗华群 这个人是嘎罗华是首先搞这个近视代数的 它叫嘎罗华群 嘎罗华群是可解的 它就可以用根式解 嘎罗华群不是可解的 它就不能用根式解 你看这个跟不变量那个意思有点相像 一个问题不是完全用函数去表达的 也不是用多项式去表达 用群去表达了 那就说什么事情都一个互相对应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怎么样 我这个问题从这来表现怎么样 结果多项式的根能不能用根式解 结果和群式对应的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人的思想就在不断的发展 所以这个变化我打了好多点点点 这个点是留由余地的 就是你将来还有什么想象空间 去代表这个不变性的话 那都行 好 这是 我就把这个 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的结论 因为结论你们都知道了 这个东西只是告诉你一个思想方法 思想方法 我就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 他们搞多幅变的 多幅变的 你们当然我们系的英贵评你们当然认得了 他当然是都复辩辩的了 当然他都复辩辩搞得很好 他老了一个同学叫钟家庆 非常可惜他死掉了 他的成就比他还大了 他这个 他做了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 就是都复辩辩寒书论里面就有一个群作用 人家就猜想能不能找出一些不变量出来 结果呢 他是首先跟一个外国人合作呢 就找出了一个不变量 是某一个特征根 某一个特征根 是一个不变量 这个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工作 因为不是像这个矩阵一样的 一眼看出不变量是什么 有的群作人很复杂 他这个不变量并不清楚 结果他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不变量 那么这工作就做得很不错 后来就得到陈寻生奖 陈寻生奖 当然他得奖以后就死掉了 太可惜了 我就说这是一个方法论 而不是能够现成的得到很多结论 方法论就是说通过有限去掌握无限 好 我们先休息会